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豆柯 我这边呢,遇到一件比较基础的事情 是什么呢? 我买的这个Cooktop是那个Millet 然后呢,因为它属于是高端电气嘛 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它的安装要求也特别高 这块的话,它是一个Cooktop 它不像普通的Cooktop一样 你那个挖个洞,直接把它给做上去 它要求呢,不锈钢的面和这个台面要必须是纯平的 所以呢,需要有一个两毫米的一个台阶 虽然我把我的这个Cooktop的这个Specification 就说是它的这个规格呢 发给了我的那个德国设计师 但是呢,问题在于,他并没有仔细的来看 结果在做台面的时候发现 他帮我找的那家那个台面加工厂呢 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呢,我现在就比较尴尬 因为呢,台面差不多要做出来了 但是呢,来切这个洞,难度特别特别大 而他们又做不了 所以呢,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为了能够确保存在 为了能够确保存在 我正门把那个炉子拿了过来 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然后呢,师傅要正在这边量一量 为了能够安装精准的话 他其实有两个step 第一个的话,只是为了能够跟表面切 然后第二个有另外一个这个step 最后从这个这个角这儿切 切完以后的话,两个step把它给撑起来 这个是外境啊 最外面 最外面 也就是说做完以后的话 一边留三十二分之一 大概就是这样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是跟师傅商量完以后 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做做完以后 一边只留十六分之一 还有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目前通常情况下 一般的话 因为呢 那个像那个台面有接风 一般都是在那个灶台的位置有接风 绝大多数的这个灶台都是 安装完以后 到了现场呢 然后再去挖洞 然后呢,把那个灶台给放上去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安装方式 但是呢,我这个灶台 因为它有一个台阶嘛 然后要求比较严格 所以呢,就需要在上面开洞 可问题是在于 如果是一整片板 如果开洞的话 它的那个整体线就不够老固 搬运的过程中 容易碎掉 但是呢 如果说是你把它做成两片 按按传统的方式 接风留在灶台 那么呢 给这个施工难度又带来问题 因为单独一块板 你刻的时候还比较方便 因为是一个平面 而两块板的话 你要刻的时候 整个难度又上了一层 因为呢 你要一边刻一半 同时话还要不能刻透 而且它的深度要保持两毫米 所以呢 这个难度挑战性 是相当相当大的 我这有一个就是按照你这个数据去做的 OK 你这里第一个开了孔这里 这里过来这里是7mm 对 我这里宽约7mm OK 这高度是2mm 对 对对 这个数据去做的 嗯 这个这里到这里就是2mm OK 那我们就其实下来以后 然后的话它还要再往下是吗 对 这里是挖空的 哦 它只是靠上面那个边来进行固定 对 哦 只是靠这个来固定 对 因为它你看到这个 它这个图就有了 其实开孔我们就开500mm 还有880mm的开孔就是 对对对 这个已经是很很很很宽松了 OK 但是这个外面这一层 这一层是要标准的 OK 这个radius就这个弧度 跟我那个弧度是一样的 对 这个弧度 它这里也有个R11mm的 OK 也就按照这个标准的弧度来看 对 这个呢是师傅大约的话 是在这个石头上先画出一个框来 因为那个这个石头是两片的 两片要组合在一起 然后呢 切完以后还能对上 嗯 因为它要在机场上进行一个激光定位 所以呢 需要把它提前先画好 嗯 嗯 嗯 这个呢 然后是那个刀 哦 有很多不同的刀 哦 有些刀 有还有叶也不一样 有直变刀 有FREVOR的刀 有刚刚前面看到的有造型的刀 哦 还有一个造型里面 有有好一条刀 哦 难怪他 这个是刀的刀 哦 哦 对 它这个是BINGO在里面 这个是师傅切好以后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深度两毫米 宽度的话是7毫米 这是千米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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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视频 大家如果只是从视频里面看 看不出来有什么那个特别的地方 但是大家如果看一下细节 大家看到没有 是完全是平的 就是因为自己在开了 我一个人称的刀 和声音 也是 我可以解釋一下 这个偶尖的是 我需要待的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